我万万没想到,用南瓜做的油条,外焦里嫩,特别的松软 油条里带着浓浓的南瓜味,特别的好吃 按我的方法做,做法十分简单 首先,把家里吃剩下的南瓜切下一小块 然后去掉瓜皮,再去掉瓜嚷,切成薄片 放入蒸锅里,大火蒸上15分钟 蒸好以后,把南瓜碾成泥 200克的南瓜,加入100克的牛奶 打入一个公鸡蛋,加入10克泡打粉 6克小苏打,再加入5克食盐 喜欢吃甜的可以加入白糖 最后加入20克食用油,搅拌均匀 再加入500克的面粉 先用筷子搅拌一下 然后活成像视频这样软硬的面团就可以了 然后盖上保鲜膜,醒发半个小时 醒好以后再揉一下,然后再醒发15分钟 视频放到这儿,老弟又出来露脸了 老弟每天更新一道在家简单一桌的美食 就希望家人们能够点个小爱心 和一个免费的关注支持一下 没有您的小爱心,老弟真上不了热门 老弟谢谢您了 老弟在这里祝您,多争签少生气 心小事称,万事如意 把新发好的面团放在案板上,擀成大片 然后切成小长条 全部切好以后撒上点干面粉 然后按视频的方法,把两块放在一起 用筷子摁一下 放入五成油温的油锅里 油条刚放入锅里以后,要不停的翻动 这样油条会起的更好 油条炸上30秒钟 炸至外脚里脆的时候捞出控油 以后家里吃不了的南瓜 你像我这样做成油条 外脚里嫩,油条里带着浓浓的南瓜香味 特别的好吃 关注我每天一道家常美食 总有一道适合你